这是 弟弟有天 今天一场年代我们要关注的纪录片是 没有人该成为古岛纪录隔离酒店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的来宾 首先就请到了这个隔离酒店的董事长 文心董事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好 另外就是纪录片的导演陈玉杰导演 导演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其实两年全世界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台湾也不例外 那么这部纪录片是从2020年初 历时一年半的时间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到底在这个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 隔离旅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还有被隔离者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就先跟两位聊一下 当初怎么会起心动念来拍这部纪录片 3月19号2020 我周围所有人都跟我说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 一栋全新的旅馆即将要准备开幕 所有大品牌的饭店都拒绝了政府做防疫的请求 目前为止 唯一两间不出名的饭店 愿意做防疫 但是拒绝公开他们的名字 我不确定我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正确的决定 做就做了吧 听到说汉语酒店要当 就是要公开当防疫旅馆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没有饭店敢做的 然后就觉得说 那很像这个故事在台湾历史上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说 有机会来记录是很好的 其实当时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 你怎么转正 谁敢来你的旅馆 所以其实最初的起心动念 是想做一个片子 一方面记录我们的点点滴滴 因为我觉得谣言止于智者 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怕整个拍摄下来 让你看看我们是怎么清洁的 那这个其实本来是 预备是在转正的时候使用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也很幸运 汉运就是越来越有名 然后大家对汉运的这个 也赞予有加 所以其实转不转这已经不是我所担心的问题了 那在一路的这个记录的过程中 我本来就很喜欢电影 我也很喜欢看纪录片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应该把这些最真实的这一面 把它留下来 那把它拍成一部电影 我还蛮讨厌他做这个决定的 老板不要把我给摆了 我私底下跟我同事讲说 我已经写好遗书了 我的骨灰一半要撒在绿岛 一半要撒在西湖那边 那我们还是有同事走 因为他们家人担心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感染了病 然后怎样 然后他们还是选择离开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 其实2020年初 疫情刚爆发 因为大家对于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这个病毒 其实大家都很陌生的 所以是很恐惧的 在那个时候那个氛围 老板你怎么会有勇气 你自己还进驻在饭店 也是长达五个月的时间 你那时候怎么 你那时候不会害怕吗 怕也没用啊 因为我们有一句俗话说 你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那你就干脆伸头算了 所以就坐下去就对了 因为应该这样讲 你当时除非我们 我们已经封锁边境了 但是我们有很多国人 是回不来的 尤其是很多的 我们送到海外念书的孩子们 是完全没办法回来 当时国外的疫情 这个状况非常的严重 那大家都像逃难一样 要逃回来 但是因为在台湾里面 我们大家又不是很清楚 又很害怕 那也不敢放这些人回家 甚至这些人在机场 头几天是 很多人都一直滞留在机场 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那我当时就在省思说 我如果是一个旅馆业者 在这种状况下 我讲再多好听的这个 slogan 但是当真正旅客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不站出来 那我做这些 那我做旅馆的意义在哪里 那导演呢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很害怕 那您自己也说 当时要找团队都有点困难 是不是 要拍这部节目片的时候 是啊 就是不管是找摄影师啊 或者要 他们一听到说 我们要拍防疫旅馆的时候 就会 可能档期就没有 就是可能没有那个 这段时间可能没办法拍摄 那当然我们 那个时候可能就花很多时间 在看新闻啊 就是Google啊 看说这个COVID-19 真的有多么恐怖 先了解 对 先了解嘛 那可是我们也 我就也说服他们就是说 可是目前我看到在 防疫旅馆整个 就是在汉语酒店里面的 整个状况是真的是 他们很小心 就是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SOP 从怎么样子让客人进来 然后不接触 打扫清洁 那这这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要记录的时候 也要穿隔离仪啊 然后 有可能一离开的时候就消毒啊 然后换口罩啊 所以在这方面就变成 也是一个体验啦 我说体验的意思是说 一般人是完全没办法感受到说 哇防疫旅馆或者一线的这些 医护人员真的在面临是什么样子的生活 但是那时候你的亲朋好友会有 对你有一些违言吗 主要就是他们一听到说 有要再拍这个纪录片就不要约啊 这有暂时有一阵子没有朋友 对不对 就那一年啊 那您觉得拍这支纪录片 一年半的历程啊 最难忘的是什么 最难忘的啊 应该是这疫情一直结束不了吧 到现在好像还在说 然后到现在还不清楚说 就是我们最难忘的这个纪录片的结尾 所以在做防疫旅馆的每一天是不是 都是很紧张的都很谨慎 人生中有些时候你可以犯错 那个犯错它不会影响什么 但是有一些错你犯了它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在防疫饭店里面 就好像之前发生的这个诺福特的事件 它稍微有一些步骤松散了 它带来的影响 不管是对馆内或者是对于社区 对于整个台湾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我只能告诉你说 我住在防疫饭店那五个月 我甚至都掉头发 我甚至是有秃头 我是离开后才好的 其实那时候就是还蛮开心看到 我爸爸就是在机场接我 然后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 感觉他还蛮紧张的 因为他就拿酒精一直碰我 然后他帮我包了我所有的袋子 就把他们全部包起来 然后我上他的车 然后就坐车到汗雨 然后在路上就其实我很紧张 因为就是我有点怕我会感染到他 毕竟是他载我来 那导演你在记录片里面 其实有记录到自己的妈妈 那自己记录妈妈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那个时候也是在想说 因为一开始那个时候四五月的时候 刚好就是我外婆 我就是需要我妈回台湾来照顾她 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就也因为没有人 很少人有机会看到说那个十四天的隔离的 对 真的画面是什么样 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心理的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前面我们在开始拍摄 我们当然是先从员工开始啊 从跟着跟着马董啊 然后我们也听到很多故事 就是说这些有可能回来的孩子啊 或者学生啊 或者有什么故事 回台湾的 就很多故事 那我们很想要记录到 可是那个很困难嘛 因为摄影机没办法进去嘛 因为就是十四天关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有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安排 有学生或者有访客 愿意自己用手机 或者自己用摄影机记录 然后刚好因为我妈要回来 我就也拜托她 她就是那个买GoPro 然后自己拍 然后记录那十四天 然后我们才能看说 对啊一个人在那个过程里面 有可能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回来最大的目的就是 回来看妈妈 照顾妈妈 有跟我的外公外婆 连奶奶私讯 我每次跟我的私讯 其实我都很想要就是 连奶奶去找他们 还是希望这次疫情 在全世界都可以赶快结束 大家可以真正的恢复 正常生活 但是有得到的也是很感动 比如说珍惜家人 然后我觉得也让大家看到 原来马董 她真的是一个很有真意感的人 就是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那也希望大家更多人可以看到 这一部纪录片 没有人该成为孤岛 你做了这些防疫哦 然后你可能都没有机会见到最后一面 我每一个都应该要珍惜 你当下的时间跟你的生命 我还没想到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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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